4號高博 7號中國育育 跳投拿下 所以目前還沒有任何 游擊區裡面的進攻 還是外線 終於好以堪進 但是他們犯規的次數是比較多 小雷這個球也是高難度 城市的反擊來 中路駝強下來 被瓦斯本幹過 放後面高博好補進 哇 哇 六球跳著跳著找不到籃框 這球蠻耍的 哇 再給五段宣的 底線三分球也同進 單捷八季三分球 這麼大的領先優勢 但對方始終兩個大洋將都在場上 所以防守球員必須要跟到位 哇 再來一技外線 回到12分差距 尼護手小朋友高調 這球直接掉成一個三分球啊 這什麼東西啊 這要傳球 結果球直接進到籃網了 這絕對是傳球 這絕對是傳球 因為這個動作不是投籃動作 真的只能說他們 骰到6的 真的骰到6的 哇 魯俊翔在後接受訪問的時候呢 也特別提到 因為球隊在半場打完就取得比較大的領先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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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直接落在郭豪的手上 再送阿伯 敵腳 再進一個三分 剛才出手是郭豪 來看看他的左腳 從這個角度也就看得更清楚 對 如果沒被擋到的話 欸 應該 沒問題 沒問題 沒被擋到 還好小白沒擋到 郭豪的腳 是一個三分 沒錯 高果豪五分 滴滴也有六分 他再來當然就是盧冠軒 最多的是四分 所以有點 去改善了他們在GAME ONE 來追上分數 雙方的得分 都非常的高 不過工程師拿下了 相當可怕的118分 118比10 高騰 是 最高騰 也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